OK回到了節目現場 您下收聽是擋不住的魅力KissRadio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偉 今天呢邀請到了一個很特別的來賓 他是鄧仰天 哈囉仰天你好 哈囉小偉哥好 大家好我是鄧仰天 哎呦仰天距離上一張EP 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 現在又推出一張數位單曲 喔對 其實距離上一張就應該三四個月的時間吧 嗯 然後這一次就是帶了一首新單曲 叫狼狈送給大家 那這一首歌在錄製的時候 是跟金曲製作人Penny一起合作 對其實之前還不知道 就我們在錄音 然後甚至在拍MV的時候都還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只是知道他入圍了 然後是就 呃當然知道他得到的金曲獎之後 是還蠻開心 為他開心 然後也覺得自己多少少也沾了一點光 對 然後可是這首歌 呃其實是 怎麼說 應該算是跟他邀 邀歌邀了一首很久的歌 嗯 然後在我們一年 多錢吧就我在發行第一張不流淚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他有到我的記者會去站台 是 然後在那時候我就跟他說欸學姐能不能就是麻煩你也幫我寫一首歌 嗯 對然後可是他當時當下是沒有給我任何的反應的 對然後就到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時候他就說欸鄧兩天你的歌我寫好了 呵呵 對就很突然的就很突然的他就跟我說他已經寫好了 然後呃之後我自己第一次聽到Demo的時候才發現說原來他是用了那一年的時間 就是在觀察到底鄧兩天是一個怎樣的人 嗯 所以從曲啊還是甚至到甚至是到歌詞的部分其實都很跟真實生活中的鄧兩天其實是還滿貼切的就是我私底下可能比較比較自己一個人的時候的那種狀態其實是滿像這首歌狼狽裡面的歌詞的 就很像雙子座的個性對不對 對其實大家見到可愛星星的時候然後當然我自己回到去也有一個自己一個人然後自己可能就是比較不開心的時候其實都有都有在這首歌裡面寫出來 就雙重個性 呃算是 哈哈那你怎麼樣詮釋像歌詞當中的那一種意境啊和錄音的時候碰到什麼樣的困難的地方 其實錄音的時候還滿滿多挑戰的應該應該說滿多挑戰 因為我自己我自己其實之前唱的歌當然就可能算是比較K歌吧 嗯 然後這一次就挑戰了一首旋律其實很容易記得可是在演唱的部分還有在編曲的部分算是比較冷的一種感覺的歌曲 然後所以這一次在錄音室裡面當然之前自己下了很多功夫 然後去到錄音室的時候我記得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被Penny要求我從 因為那時候我們錄音錄音室在六樓還七樓 然後他就跟我說這兩天我們現在下樓 我想說下樓是要幹嘛要去便利商店買飲料還是什麼幹嘛 對然後我就說好啦就下去 然後下到底樓的時候他還跟我說現在我們要爬樓梯爬到頂樓十三樓 對因為那時候他聽了我試唱了一兩句之後他覺得我的嗓改得完全開 然後他就說我們上樓就爬他就跟著我一路從底樓一直爬到十三樓 然後到十三樓之後我們花了半小時在上面開嗓 就在那個頂樓那邊大聲吼啊大聲唱啊副歌啊什麼的 然後就蠻難得的一次經驗因為我沒有試過有一個製作人他會真的陪我一起爬樓梯 而且是爬了很長的樓梯 那你要慶幸錄音室不在三十四樓 對 不在我們電台這個樓層的齁 對 然後其實在錄音室裡面也蠻多也蠻多很特別的經驗就是 第一次真的跟學姐合作那個感覺其實很棒 因為私底下我認識的他就是一個很會照顧人的一個大姐 可是在錄音室裡面的他你就當他真的碰到他專業的那一塊的時候 你會看得出這個女生他對音樂他對他自己做出來的東西的一種 怎麼說的一種熱忱 然後還有的一種堅持 然後所以這一次當然知道他拿到了金曲獎的最佳專輯之作 還有最佳女歌手的時候其實我覺得都很值得 因為他付出了努力之後他自己知道 是的 那這一部的MV也是他來知道的 喔對啊 這部的MV其實我們就到了蘇格蘭去拍攝 然後去蘇格蘭其實是他的想法啦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想說就是讓他決定要去拿 然後他就想說蘇格蘭好了 因為這首歌是冷冷的感覺 然後配合蘇格蘭灰灰灰的天氣他覺得很適合 然後可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去過蘇格蘭 然後就去到的時候才發現說 原來蘇格蘭有那麼多 那麼多在可能氣候上啊還是甚至地理上的一些限制 然後其實拍攝的過程還蠻辛苦的 因為我們到了我們去蘇格蘭拍攝的場景 就地方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在格拉斯哥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艾丁堡 然後在格拉斯哥拍攝的時候其實蠻辛苦的 就是我們上到了高地 高地上那時候的氣溫是差不多0度到2度左右 所以是非常的冷 然後要穿著村莊在那邊拍攝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我是還好 因為我自己拍攝自己辛苦自己累了就過了 然後可是我看到其他工作人員包括 就甚至是導演Penny 我看到大家跟我一起辛苦的那個過程 其實才是比較難受的東西 因為蠻危險的一點就是大家要可能 拿著很多東西跑來跑去啊 攝影的一些工具啊 對對對然後就可能在山地上 然後就隨時可能跌倒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支MV當然除了我除了Penny學姊 有真的盡力去把自己表現到最好的之外 其實我真的覺得工作人員被幕後的工作人員 真的給了很大的幫了很大的忙 嗯哼 我能學 只能 請忍術